刚才讲到了工具盖防 我们还有一件事就是 我住的时候有一天 几个蒙古人提着骆驼 来了 见到我们了 你们谁没喝酒 反正我们也听不懂 别提那个味儿 嫂子没多 穿那个衣服 从里边掏出一瓶酒来 当时的酒 他们说一瓶二锅头 能换那么五匹吗 说你养你就 你就赶吧 他们特别喜欢喝酒 一个是喝茶 茶呢他们好像是煮的那个茶 说他们喝茶呢 说不喝透了还干嘛呢 就是说效率很低了 因为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 住的非常的远 你根本见不到人 掏出酒来了我们十四五这小孩谁咋哥 我说要拼酒 反正我是肯定不行 那我肯定躲了 到时候后来出一个一个女的 一个北京的一个女的 看什么大家说你能喝 你看这事儿就这么怪 这个信不信有你 他们这个拿着白酒喝 这女的呢 把这三个蒙古人全撩倒了 是吧他没事儿 我当后来我问他 我说你怎么 他说我跟你说吧 我对酒没反应 是吧 就跟喝水一样 是吧 这事儿的 就说蒙古人也说再也不来 这个东西天来有天 人外有人 他就这种人 这个是我亲身经历的 这个 喝酒没反应 谢谢大家 下边精彩的还很多 我得一点点回忆 因为我写可以讲不行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